当初中国研制原子弹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,我国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。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差点就使用原子弹了,之前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,全世界都意识到了这种武器的威力,我国深刻意识到,不管有多么困难,将原子弹这个拿换给攻克,都是刻不容缓的了。 那么我国再是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,各国都是什么反应呢?当时最无奈的就是美国,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,美国曾经多次组织,并且还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日本。 但是出乎美国意料的是,日本当时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,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,第一个统治的也是日本,一再向对方表明我们虽然研制出了核武器,但是并不会对他们使用。 而态度最尴尬的竟然是苏联,一开始在知道我们要研制原子弹的时候,苏联提供了不少帮助,不仅给我们送来了设备,还派来了不少专家,然而在两国关系冷淡之后,苏联又将设备全都要了回去,并且放话称,就算再给20年,我国也无法研制出原子弹,然而我国只用了短短10年就成功了,狠狠打了苏联的脸。 苏联知道之后不知道有多尴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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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